18. 光明日報,馬來西亞,有信心減少龐大債務1MDB 三計劃順利進行 2015年7月26日光明新聞 一個馬來西亞發展有限公司1MDB 聲稱,雖然面對種種輿論壓力 但在敦拉薩國際交易中心 MTRX,大馬城Bandamalaysia和能源被綁公司Redric Global的發展計劃都在順利進行中 根據馬新社報導,1MDB在6月8日解決了36億令吉的債務 在國際石油投資公司所達成的協議下,最終將削減大約160億令吉債務 該公司強調,沒有一家公司或機構能夠在短時間內 就完成重組業務工作 但對於現階段的發展,他們有信心能夠減少龐大的債務 該公司說,以上三項發展計劃的管理者都有充分的自主權 也妥善管理各自資產的營運和財務 包括尋找紅厚的投資資金和尋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與全球各地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面對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傳言和指控 該公司表示會繼續調查 但他們相信自己的公司仍有能力應對各項財務危機 因為公司的實力不如外界所以想的脆弱 他們將採取各項具體的措施來減少債務 以確保公司在進行開支直省的計劃時 在生產質量方面可以達到一定的收支平衡 據報導 該公司在今年3月跟澳洲最大產業發展商 聯聖集團Landless Group簽署的合作合約中 主要是從敦拉薩國際交易中心的28英畝地段中 撥出6.87英畝作為發展產業用途 而有關計劃在如火如途進行中 聯聖集團拿大區首席執行員諾里維雪 公司經過考量和研究後才答應參與發展計劃 他希望通過有關計劃帶動和吸引更多的投資者 該公司也曾參與國遊商封塔 實達城市商場和從穆伊斯干達馬來西亞 影城產業發展計劃 此外 再進入黑談階段的馬來西亞城的發展計劃 初步估計 發展總值可達到1,500億零吉 另外 能源被綁公司Redric Global也吸引國內外投資者目光 包括國能公司 楊鍾麗電力 馬拉科夫電力公司 宜保工程 和新加坡性科工業 但一馬發展公司還未確定會在什麽時候出售資產 因為該公司要確保能在這項交易中取得百分之百的盈利 至於其他資產 一馬發展公司在6月30日 也委任土地股價師內協助計算在亞伊淡、濱城和雪州應達到的土地 該公司強調 他們大部分的業務進行得非常活躍 分號